应该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法律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我想法律教育首先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作为法学院的师资所面临的挑战 它意味着在法学院里面任教的老师 不能仅仅是精通本国的法律知识的人员 在法学院里面任教的教师 他应当具有国际的视野 应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则 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或者至少他们掌握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 相关规则的一些渠道 这个我想恐怕是首先一个方面的 第二个方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 应当说学生所可能的面临的选择 也比以往大大的增加了 以往可能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学院培养的学生 主要是在本国的与法律有关的职业领域里面去就业 那么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 他们的选择也会变得更加的广泛 那么法学教育如何能够适应学生这样的一种要求 第三个挑战我想 如果说在全球化到来之前 法学教育的竞争主要是一个民主国家领域之内 不同法学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的话 那么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 法学教育的竞争事实上是 用一句话来讲 世界是平的 意味着法学院的竞争对手 其实要成集合数的去增加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想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学教育来讲 都必须要认真地去进行思考 全球化的语境之下 究竟用每种梳理知识的方式 和传播知识的方式 来把特定国家和地区 以及作为比较对象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 传授为学生 这个时候会成为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尽管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但由于法律传统的差异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 在进行法学知识的梳理和传播的时候 采用的梳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采用的传播手段也是有差异的 可能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 我们说演绎的方法就占据着非常核心的地位 而成文法中间的法律规范 也是法律教育的核心词 但可能在普通法的法律传统里面就明显不同 归纳的方法就更重要一些 而包含在案例中间的规则 可能就是一个核心词 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 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得出的原则 也相对来讲是比较关键的词汇 其实在这个背后 它代表着一种知识整理的手段 和思维模式的差异 那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 能够掌握适应这种需要的 法律知识的整理和传播的手段 甚至是一种对各种不同的法律背景 都具有一定程度适用性的 这种梳理和传播知识的手段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 法学法学院在中国的法学教育机构 中间应该说 占据着相对比较独特的地位 有人把它称为是 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基 之所以这么称为它 是因为人大法学院培养的很多学生 毕业以后 他们在中国相当多重要的 法学教育机构里面去任教 也从事法学教育工作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人大法学院在法学教育领域 所做的一些探索和改革 在中国的法学教育领域里面 也具有引领性 比如说首先在法学院教员的构成上 我们应对全球化的需要 做了先进的调整 目前在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的老师 除了中国人以外 还有韩国人 有美国人 有英国人 有来自维内瑞拉的人 也就是说 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体现了一种全球化 这样的一种趋势 我们就是希望 通过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员 他们的讲授 让学生了解到原汁原味的 其他国家和地区 他的法律的图 医生学生的国际化水平 是这么多年 人大法学院一直坚持的一个目标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经支持 为在法学院 攻读各类学位的学生 提供到境外去进行国际交流的机会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在每年的暑假 我们都会有16到20位同学 去参加牛津的暑期班 另外我们尽量地和 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之间 去建立联系 然后送我们的学生 到这些国际机构里面去实习 比如说我们送同学到 联合国相关的机构里面 来进行实习 我们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之间 建立了稳定的联系 每年我们都会有 至少两名同学 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里面 去进行实习 每年我们还会选送一名同学 到互助人权法院 去进行实习 这些都是我们为同学们争取的 提升国际视野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举措 在人大法学院应该说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坚持去做的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 能够让人大法学院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成为竞争中间的相对优势者 而不是失败者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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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